都说广东老火汤好喝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今天就教给大家一个 自有菜吃也有汤喝的广东酿汤 大家好 我是冯马谦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清汤牛排 萝卜汤 砍好的牛排骨 就这么大块 萝卜滚刀形 切成这样三角形 大块一点也可以 还有连皮拍菜的生姜 这个是原地的白胡椒 七七四十七粒 OK开始 先烧大半锅的开水 点火 先把它烧开 新鲜的牛排骨冷水煞锅 这个一定要冷水煞锅 要不然开水直接放肉的话 这个血水焖死这里面 那就去不了那个牛肉的伤味了 烧开以后把腐末撇掉 接着炒肉 烙到隔壁的汤锅里 生姜放进里面 原地的白胡椒 加盖 关上最小的火力 煲它两小时 还有这个白萝卜 牛排骨 炖了两小时后再放 好了 我们这个汤已经煲了两个小时 把萝卜放进砂锅里面 放完萝卜再煲一个小时 为什么我们要炖煮这么长的时间呢 因为牛骨 牛肉 它要炖煮时间长一点 才能够把这个营养炖煮出来 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 就应该多做一些骨头汤给他们喝 骨盖又骨铁 我们趁着这会有空呢 就搞点灵魂蘸酱 蒜瓣五个多碎 小米辣三个切圈 酱油 再来点生抽 灵魂蘸酱就搞定了 那个牛骨 还有萝卜蘸这个酱非常好吃 好了 我们这个汤已经炖了三个小时了 开开 哇 太漂亮了 先把这个油撇掉 调味 盐一勺 把它搅拌均匀 OK 我们这个汤已经好了 先给大家尝一个 哇 骨头都脱骨了 嗯 酱 这个萝卜也是非常好吃啊 蘸一下这个灵魂蘸酱 我们炸着吃 嗯 味道好吃了 好了 这期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看我做美食的朋友们 点赞加订阅 开启小铃铛 上期再见